群晖及空间使用Tenny Media Manager进行电影、电视剧后台、静默刮销教程 很多玩NAS的小伙伴其实都喜欢举属于自己的一面海报墙 但是有时候不免会遇到InforcePlexInBay等媒体酷刮销不到的情况 看着其中几个错误或者是空白的海报还是很难受的 如Inforce上识别不出来的电视剧文件 即影视上识别不到的电影如张艺谋的英雄 接下来就要教大家如何在NAS的Docker上安装一个Tenny Media Manager刮销器 让他静默的在我们的NAS后台上吧 我们这些刮销不到海报的电影、电视剧补上 首先打开Docker搜索 Bishon Tiny Media Manager下载完成后双击打开 来到基本设置 这里为了后面Tenny Media Manager批量刮销海报所需的内存和性能 我建议把性能限制稍微改一下 Sew改为2 内存改为2048 我们来到文件夹 路径目录 新建一个Docker文件夹 在里面再新建一个Tenny Media Manager文件夹 在Tenny Media Manager里面新建一个Config文件夹 装在路径Config 在Tenny Media Manager里面新建一个Media文件夹 装在路径Media 在Tenny Media Manager里面新建一个TV文件夹 装在路径TV 然后来到端口目录 新增两个端口 本地端口8882 容器端口5800 以及本地端口8881 容器端口5900 然后点击添加快捷方式 名称改为Tenny Media Manager 网页链接改为 attp字几集空间 AP8882 然后来到环境目录 找到Uthread和Grupper的两个的值 均改为0 然后点击应用 等待一分钟容器启动后 来到桌面 打开我们的Tenny Media Manager 这时候我们就已经成功 安装好了Tenny Media Manager 我们点Next 语言选择中文之后 来到电影媒体库映射选项 点击右侧的加号 选择Media文件夹 点右下角的Open 然后点击Next 然后我们跳过刮销器选择 点Next 来到电视剧媒体库映射选项 点击右侧的加号 选择TV文件夹 点右下角的Open 然后点击Next 然后我们跳过刮销器选择 点Finish 我们回到Docker选择Dishon Tenny Media Manager容器 点击重启 然后我们把需要刮销的电影和电视剧 整理好 把电影放到Docker Tenny Media Manager Media文件夹下 把电视剧放到Docker Tenny Media Manager 文件夹下 然后我们打开桌面上的Tenny Media Manager 点击右上角的工具 选择启动更新程序 更新完之后程序会自动重启 然后我们点击更新源 我们刚刚放到电影和电视剧文件夹下的电影 就全部都被识别到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设置 这里的设置只做我推荐的设置 有自己想法的小伙伴 可以自行设置 点击右上角的设置 来到电影刮销器 由于这些刮销器的人都在国外 耳机空间不支持SHS 没办法修改Host 所以这里我推荐两个刮销器 一个是MBD 一个是Chat 这两个刮销器在国内都能正常刮销 即空间网络已经挂在了科学网上的小伙伴 已选择的MovieDB Ard 速度会更快 这里我选择AMDB 然后把下面全部勾选上 然后来到刮销器选项 首选语言 我们选中文 勾选上搜索无果实 启用其他刮销器 然后来到N4设置 N4语言改为中文 然后来到艺术图文件名 把所有勾选上 然后来到电视节目刮销器 跟电影刮销器一样 可以选择AMB或者Tracked 电视剧我建议选择Tracked 刮销器 Tracked 刮电视剧相对比较精准 且比较快 然后来到刮销器选项这里 把首选语言改为中文 N4设置这里 把N4语言改为Code 把N4语言改为中文 艺术图文件名这里勾选全部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关闭 来到主界面选中所有电影或者电视剧 右键选中搜索并刮销 所选电影自动匹配 然后点开始刮销 刮销速度根据网速和网络环境不同有所差异 如果我们一次性选择刮销的文件多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网页关了 让NAS自己在后台静默刮销 等待一会之后 我们的海报刮销的差不多了 电视剧也是同理 如果出现了刮销失败或者是刮销错误的情况 我们可以选择该电影 点上方的刮销 按钮选择手动刮销 等待一会刮销出来之后 选择正确的电影 名称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确定 刮销器就开始更正新的刮销数据了 刮销完之后 我们只需要按照名称排序 然后把同名称的所有文件 打包到一个文件夹 重命名为电影名称 导出还原到原来的电影文件夹 之前几影视刮销不到的张艺谋的英雄 也终于补上了 而我们之前Infuls 刮销失败的人世间等电视剧 也终于补上了 不再是空洞洞的几个难看的文件夹了 现在开始你们的自由创作吧